农业猛窜快把天空盖满 加拿大西部亚伯达省天气干燥 野火烧不停 三万人被迫撤离 严重影响当地能源产业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亲自到灾区 看看旧火状况 而在亚洲孟加拉也有极端天气量灾 圣马丁岛受到强烈 气泉袭击 树木东岛西歪 家居乌瓦散落一地 初步估计当地两千栋房子被完全摧毁 还有一万栋受损 三民忍不住流下眼泪 来到南韩 本周将迎来高温天气 爸妈带小朋友出来玩 但温度升高速度相当快 首尔一天就上升摄氏5度 高温来得突然 不过南韩人还得注意 5月底6月声音现象可能发威 恐怕出现更炎热天气 TVBS新闻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